我是张飞 2009年的7月14号 我在湖南西方 所以是超后 造成了下降人参观 新十二随时性爆裂鬼的 当时 新十二随时还完全没有自觉 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 15个月的时间 慢慢的才有自觉 当时神经损伤的相当严重 只有一点点 2009年的10月左右的时候 慢慢的可以组个双拐 慢慢的走路 当时医生说 我站起来是个奇迹 应该不能站起来了 当时我组个双拐走路的时候 医生说我只能这样子 也去了湖南省的工商商务中心 他们也说 我没有什么治疗的价值 当时下半生 自觉很少 激动力又高 然后就是全部是麻木 二小店不能完全静着 有三四天才会有一次大练 然后就是小店不能完全控制得住 后来慢慢的锻炼吧 能组得松开坚然的行走 但是一直在股脏 打腿打腿才能住 想坐在这里 要起来的话 总是有尽量体 要浪费 甚至从尽量体中 走就走 这两个垩都要走很长时间 每次的话 基本上都要走两三分钟的时候 才能慢慢的控制得住 稍微瘦的阴下 都可以发走 基本上走不了路 当了解到五三七六回治疗的时候 我们带了三个红桌的医院 一个垃圾 一个垃圾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拐杖都了 慢慢的再走 然后就是大便 基本上是每天都有 小便可以控制得住 激张率降了很多 然后这个麻木 从这个腰的位置 一直拿到了膝盖 后面经过几个月的康复 然后又做了第二疗伤之后 基本上摆脱了张拐 当时制裂完的时候 都已经是可以自己 做火车去山灯 然后就是自己从山灯做火车出来 没有家人的回答 现在这几年了 一直追溯的挺好 还没有回去的 这个下肢的萎缩改善了很多 包括内脏的一些大小便 改善的相当明显的 现在基本上是起来 就很正常的一程 然后是走路 这也挺好 不会说 走不了路啊 又发抖啊 集装力那么高啊 完全是不行的 现在我以前没做干净的时候 每天晚上在床上躺着睡不着 翻过来翻过去 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现在已久到天亮 以前的时候 我没办法骑自行车 我现在里面可以骑自行车啊 摩托车啊 非常好 在上面别人看不出来 我是我上 我开这个电子之后 三年了 这三年的时间 现在几乎经常有问我 哎 你怎么走得这个样子啊 以前看起来没有这样子啊 其实我是一直站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我这个重磁血三年 没有人知道我受伤的事情 只是说有一些人看到我走路啊 动造过 他们才知道 所以现在心里面问我 他说 干净什么 怎么这样子啊 我现在整个的康复还是比较好 我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受伤之前 我坐的话 要双手撞扶子 因为谁要来回来找 屁股上这种粘肉啊 然后像我现在这几年 我几乎每天都是长时间坐在电脑旁边 然后就直接可以就起来了 然后我们追走 一点发走的痕迹都没有了 每天呢 进到前面坐多了 然后这几年三年啊 我自己断练的 慢慢的减少 人也发放了 但是我走路的姿势 还有我的内脏的展现功能 一直都挺好 没有后悔的 所以我认为干净胞 非常有效果做这个 因为对我们这种硬脏的 造成这种食物损伤 还是比较少的 这边 我的主治医生 在这边的主治医生 看到我 就非常的惊艳 你会做得这么好 其实我也觉得干细胞的治疗 我当时治疗比较及时的 对我这个神经干细胞 对我这个血伤神经的修复 效果比较好 现在我觉得有经济条件的话 我还会再急做 还想把身体做得更好一点 非得更好一点 其实干细胞 真的对神经喜欢 效果非常明显 我当初也是抱着了 试一试的态度 但是做了之后 劲劲实识改善了那么多 非常的好